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,看她花钱就知道,很准。 一个人花钱的姿态,能反映她的经济状态,更能默清她的日子水平,一个特别省吃俭用,特别抠门,连一分钱都要算计的女人,肯定过得不好,因为钱过得很难,操碎了心,一个女人到底过得好不好。 其实,看她怎么花钱就知道了,越是缺钱,越是心疼钱,很多时候,有的钱你不得不花,比如,同学的结婚,无论你有钱没钱,这种钱都是必须花的,但倘若你本就很缺钱,那么,即使关系再好,也会心疼钱,因为随理之后,自己就会更拮据,甚至直接陷入自我经济危机。 昨天一个朋友和我抱怨,自己买了件衣服,当时太喜欢,头脑一热,就买了,可到家之后,想想自己花的那八百元钱,就特别的心疼。 她偷偷跟我说,毫不夸张地说,心疼了好几天,晚上睡觉都不踏实。当一个人没有钱,花钱的时候,就会心疼,把钱花了后,更会心疼。 一个过得不好的女人,总是为钱发愁,总是因花钱而心疼,被钱折磨,因钱而痛苦,在花钱的时候,总是为手为脚,犹豫不决,喜欢挑便宜的买,喜欢讨价还价。 更看重的是,价格不是质量,过得不好的女人,没有钱花,花钱,能看出一个人活得是否有底气。 米,佐勤柯说,在各个时代,各种情况下,金钱有时都是解决最棘手的问题的唯一手段。 女人没有钱花,没有能力来提升生活质量,日子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。 如若,女人整日为了生活精打细算,挤破头就为了墙打折商品,为了一毛钱,可以和摊贩计较半天。 那么说明她过得并不好,甚至没有钱来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。 不好意思,总是让朋友请吃饭,所以,有朋友请吃饭,也只能一再拒绝邀约,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。 过得不好的女人,每个月的钱似乎都不够花,生活中出现任何变故,就会变得一筹莫展。 因为没有钱,抗风险能力很低,只能祈祷着自己不生病,不失业,没有多的经济支出。 女人没钱花,内心自卑难堪,也不愿对他人提及自己的难处。 只能把所有的苦度堆在心里,这样的生活状态,会不断消磨女人经营生活的动力。 陷入越来越深的无望和心酸之中,花钱没有底气的女人,日子难熬,欢迎光临终。 佟娜娜和于鹏是夫妻。 佟娜娜心里一直比较自卑,家里的一切都是丈夫和婆婆说了算,丈夫失业之后一直在家里闲着。 佟娜娜一个人上班养家,也毫无怨言,她和同事逛街的时候,看中的一个包,拿着爱不释手,一直也没有下定决心买家。 同事劝她,加班那么辛苦,赚得也不少,就当是奖励自己吧。 她满心欢喜地把包买回家,结果被婆婆看到了消费小票,劈头盖脸就指责她败家。 乱花钱,还逼着她把包退了,丈夫在一边根本不帮她说话,也看不到她赚钱的辛苦,只觉得她惹婆婆生气就是不对。 佟娜娜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,擦干了眼泪还得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婚姻幸福的样子。 女人如果没有花钱的底气,说明她在生活中有很多需要顾忌的方面,总是被家人或是伴侣所牵制,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。 日子对她来说成了一种煎熬,一个人,花钱没底气,不能满足自己的喜好和对生活的追求,说明日子很难熬,花钱没底气的女人。 大多在家庭里没有地位,没有话语权,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,心里积满了委屈,过得好的女人,会赚钱也会花钱,过得好的女人,不依附他人,也不看低自己,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想要的人生。 她懂得在事业上保持独立,不断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,朝着自己的目标分力拼搏,同时,她也会用钱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,满足自己心里的愿望,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动力。 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,可以毫不犹豫地买下,心情不好的时候,会用一顿美食来治愈自己。 打拼累了,就给自己放个假,彻底放空自己,或者去陌生的城市旅行,找到前行的方向。 过得好的女人,能花钱让自己享受生活,能花钱让自己过得轻松点,当然,过得越好的女人,也越独立,越喜欢赚钱。 卢梭说,我酷爱自由,我憎恶困窘,苦恼和衣服。 只要我口袋里有钱,我就可以保持独立。 任何时候,生活的方向,都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中,会赚钱又会花钱的女人,活得独立且坚韧,也能够收获更美满的人生,花钱,见一个女人的能力。 有能力的女人,花钱花得心安理得,没有压力,没有顾虑。 如果女人在生活中,一味去节省,才能把日子过下去,动不动就捉襟见肘,为了很小的一件事,就要大哭一场。 那么,她一定是不幸福的。 一个女人不幸福,有很大一部分原因,是因为她活得不够独立,没有能力支撑起自己的生活,在生活中,没有能力,才是生活中的硬伤,没有能力。 所以才会被生活一点点的风浪吓到,才会在生活中处处节省,不敢花钱,委屈自己。 真正聪明的女人,会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提升自己的经济基础。 有能力的女人,善于自我投资,不管有没有男人来爱她,她都有能力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。 女人,有能力攒钱,花自己的钱买东西,更是一种犒赏和荣耀。 独立,有能力的女人,花钱更有底气,也会活得更加有满足感和成就感。 花钱,见一个女人的活法善于,花钱的女人会有规划,生活有条不紊。 每一个有格局的女人,总是能做到合理的花钱,以及合理的规划将来。 为了以后的生活,总是能提前存好钱,做好准备。 人生路上,处处都有风雨,只有做好准备,才能活得更加有底气。 真正有能力的女人,舍得花钱,也舍得存钱。 从不会一次性将自己赚的钱花光,不会为了享受生活,而毫无保留地挥霍自己的钱。 花钱,能让一个人买来快乐,也能让一个人迎来风霜。 只有合理的花钱,有规划的存钱,才能将生活的风险降低,才能让生活过得更加安稳。 女人,人生路上,该花的钱,别总是省着。 不该花的钱,不该花的钱,一定要降低和减少消耗。 同时,不断地完善自身的成长计划,才能成为更优秀的人,赚更多的钱,越没有钱,越炫耀。 有些女人,因为怕别人瞧不起,或是虚荣心过重,喜欢在朋友圈里,晒自己的奢华生活。 一会是她在高档餐厅用餐的照片,一会是她纠结买哪款奢侈品,一会又是她旅游的食品。 而一个真正生活的富足,又内心风盈的女人,根本不会向外人打造这种人设。 因为让有的女人招摇过世,洋洋得意的生活,对过的好的女人来说,习以为常。 她们没必要再昭告天下,到处声张自己,过得怎样好。 咱们有钱,那些司空见惯的事,她们不屑去吹嘘,也没必要张扬。 对于过的好的女人,外人随口地评价,她们会自动屏蔽,不会太放在心上。 对于自己拥有的一切,她们总是显得很淡定和坦然,反而是精心打造的人设。 容易暴露一个女人的浅薄和不自信。 女人为什么要赚钱? 因为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女人而怜香惜玉,并不会因为你是女人,就善待你。 只有靠自己,让自己自己的斗里有钱,才能活得踏实。 人生路上,如若想活得洒脱,想要活得有底气,便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撑。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,努力赚钱的女人,活得有选择性,有钱,便可以不用顾忌太多,随性而活。 当女人努力赚钱,实现了财富自由,进而实现了精神自由,不必羡慕家庭主妇的优贤,也不必极度生来就有钱的女人,会赚钱的女人,能体会到存钱的安全感,赚钱的踏实感。 女人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,选择自己喜欢的岗位,以及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如果,一个女人没有赚钱的能力,那么,当她想做一件事时,可能会陷入被动的地步。 没有钱,意味着没有选择权,女人,努力赚钱,不是为了别人,而是在人生路上,能给予自己一份选择。 有钱时,便可以选择自己喜欢走的路,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。 在生活中,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,从花钱便能看出来,电影《寄生虫》中说,钱就像一个运斗,能趟平生活的所有褶皱,越是有富贵命的女人,越懂得不断提升自我,不断投资自己,使得自己更加强大和独立,让自己的道路更加平坦宽阔。 女人花钱有底气,不管是来自于爱,还是自身,都是一种能力,把家庭和事业都能经营好,就是给自己的生活添加上了双保险,不断进步成长,使抵抗风险的有效措施。 人生路上,任何时候,都别忘了提升自己,越有能力,才越有赚钱的能力,花钱,也才会越有底气和幸福感。 当一个女人能随心所欲地花钱,也能轻松地赚钱,还可以不断增长见识,提升能力,这才是过得好的状态,花钱更有底气,使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一种标志。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层次,都不要放弃自我,努力去奋斗,能赚钱。 并且对生活有更高的追求,这样的人生才会有动力,有希望,也会有更多的乐趣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